高雄旧市議會在縣市合併後閒置多年 不但前方花園雜草叢生 建築物外牆瓷磚剝落 樹根穿入建築物內 市埔文化局近期啟動公辦都根 即招商計畫 並且規劃於年底招商 其實目前的話 我們還在屬於都根的前置作業 所以說未來的商家怎麼改造的部分 我們其實還會跟商家在共同討論 因為會列入到相關的招商條件 我們預計的話 我們希望是在年底前完成相關的選商 舊議會所在的中正路 素有金融銀行產業大道的美名 文化局將後方的高峰大樓 規劃改建為金融新創大樓 民間實施者還需要額外回饋 修復議事廳等歷史建築 和策劃展示等費用 所以說我們這次的話 我們啟動了另一波的都市更新的計畫 我們希望能夠針對於後面的建物 還有就是說做一定的改造 或者是調整 然後讓商業行…讓… 就是對招商的話 讓更有一些誘因 然後信一些商家可以進來 就是做相關的都更 然後也可以藉由都更的一些回饋 然後給予我們前面的一些歷史建築的部分 給予一些必要的修繕 還有一些相關的策展 高雄舊市議會新建於1966年 縣設合併之後遷移到鳳山 2020年登陸為歷史建築 市府文化局希望以新舊建築物融合策略 在歷史文理的基礎架構下改造再生 記者 賴昌邦 高雄報導 再見 再見